老板创业时许诺我百分之五股份 我不拿一分薪水为老板干活 可是公司做大上市前老板一脚将我踢了 只给我七千元遣散费 老板 你虽然工作七年 可扣除吃喝 我给你七千元不少了 我看着老板摇头 七千太多了 我不配拿一分钱 老板不知道 我私下里和他妻子很熟 他妻子早就爱上我这个年轻小伙了 可我一直守着底线 如今我再也不需要守底线了 我在想 苗总父母早死 又无儿女 如果他意外死亡 苗总妻子应该能继承公司百分之一百股权 林峰 你被解雇了 大早上公司HR来到我办公室里 直接宣布了公司的最新裁员命令 我茫然地看着眼前的张力 张力是老板 昨天刚召集来的HR 可我没想到这个HR今天就宣布对我解雇 这HR不是傻子 就是脑残骂 我是这家公司最早的元老 负责公司的技术维护和APP开发 老板创业的时候 许诺我百分之五的干股 七年来 我兢兢业业 把公司当成家 我所有的心血都在公司上了 我和老板苗总更是称兄道弟 经常去苗总家里吃饭 苗总的妻子对我像对待亲弟弟一样 再加上我拿着百分之五的干股 所以许多公司员工喊我林总 你真是笑死我了 我被解雇了 我有些好笑的看了HR一眼 这个HR恐怕因为是新来的 根本不知道我在公司的地位 我也算一位股东 张力看着我冷笑不已 林峰 你被解雇了 这是苗总的意思 你胡说八道 我看着张力冷笑 我看你这个刚招进来的HR马上要被解雇了 张力文言露出一丝嘲讽之色 他双手一摊 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 我拨打苗总的电话 电话那边只传来苗总淡淡的声音 HR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 收拾东西离开吧 听到苗总的话 我脑袋里嗡嗡的 狠狠地捏着手机 不过想到 还有百分之五的干股 足够我逍遥 后半辈子了 公司是做短视频业务的 而且初步实现盈利 现在公司的估值已经达到12亿元了 哪怕百分之五也有6000万 于是我和HR张力谈起了干股的事情 公司只要将这些股份兑现了 我立马收拾东西走人 张力看着我像是看傻子一样 林峰 这百分之五的干股不能兑现 按照协议 你要在公司工作满七年才可以 协议上写的都有 说话之间将一份协议扔给了我 我已经满七年了 我看了张力一眼 张力摇了摇头 林峰 你还是没仔细看协议 中间的请假时间要扣除 你一共请了15天假 说话之间 他将协议扔给了我 我拿起协议仔细看了一遍 这才发现 协议上的确有这一条 如果员工出现请假行为 需要员工补足 林峰 你现在还差15天的时间 才能算七年 而你现在被辞退了 所以 你不能拿百分之五的干股 这是公司规定 谁也不能违背 张力声音越来越冷 而且带着几分得意 我身形一颤 退后几步 七年前和苗总创业的时候 签订了这份协议 当时我俩喝酒 协议都放在公司保险柜里 唯有苗总才能看 所以我后来更没有机会去看 而且在我心里 我一直当苗总是大哥 更不好提出 拿回这份协议 至于开除你的理由也很简单 你涉嫌嫖娼 张力直接拿着手机递给我 手机上有视频 视频中我喝得醉醺醺的 躺在沙发上 两名身材高挑 光着身子的酒吧少女走上来 一个拿着安全套 一个扒光我的衣服 不是我 我看到视频慌忙摇头 我虽然去酒吧喝过酒 但根本没有嫖过 这是你和酒吧经理的聊天记录 证据确凿 张力接着拿出一份聊天记录 递给了我 看到上面的聊天记录 我气得浑身发抖 我才想起这里面的门道 上周三 我陪客户喝酒 喝得醉醺醺的 而苗总突然打来电话 他想尝试下双飞的感觉 于是让我帮他找 并且交代这件事情要保密 可后来他没来 于是我就陪着两个妹子喝酒 最终醉倒在沙发上 再醒来 就在附近酒店的大床上 身边也没人 如今看来 我被两个酒吧妹子 姓苗的 你真狠毒 我气得浑身发抖 恨不得拿起桌子上的水果刀 将她砍死 最终 我签订了离职协议 因为所有证据对我都不利 而且 公司现在实力雄厚 请的是律师团队 更不是我能对付得了的 公司这边补发我7000元遣散费 用H2张力的意思 我本没有一分钱工资 这是苗总念旧情赞助我的 我收拾东西离开办公室 路过苗总办公室的时候 看到苗总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你够狠 我看了苗总一眼 苗总脸色严肃地指着我骂 你还有脸说这些 我真没想到 公司会出你这样的害群之马 你的行为对公司 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我气得差点吐血 这姓苗的竟然倒打一耙 你给老子等着 我不会让你好过的 我死死地看了苗总一眼 这徒顶男阵阴显透了 苗总转身 从办公桌上拿起一张纸 在纸上写出一行字 我捏死你 比捏死一只蚂蚁还简单 同时他伸出自己的小拇指往下指 我气得冲上去 扇苗总的脸 苗总慌忙将指收起来大吼 林峰 你干什么 我当你是兄弟 亲兄弟 你却屡次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你太让我失望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 苗总在办公室里跑起来 同时大喊救命 我追着苗总 这徒顶男 吓得爬到办公室床底下去了 我正拿起拖把插他 却被赶过来的保安扭住了胳膊 苗总 你没事吧 H2张力慌忙赶过来 苗总这才从床底下爬出来 他上来一脚踹在我小腹上 踹得我疼痛不已 接着 两名保安也对我一阵拳打脚踢 我怒火攻心之下 嘴里吐出一口血液 把他扔出去 扔到门口去 不要让他出现在苗总面前 脏了苗总的眼睛 H2张力踩着高跟鞋 踢了我小腿一脚 两名保安直接把我抬起来 然后下楼扔在公司大门口了 我浑身疼痛 艰难地爬起来 心中的恨意达到极点 两行泪水模糊了眼睛 此刻的我像条被打断腿的狗一样 也彻底体会到 什么叫词不长财和无伤不奸 或许这个世界本就是弱肉强食 想对付苗总这样的人 必须动用一些极端卑鄙的手段才行 我转身来到苗总城郊的别墅 这里是苗总的家 我经常来这里 所以对苗总的家人也非常熟悉 和他妻子丁美玲关系很好 这几年 随着苗总公司越做越大 苗总和丁美玲之间的关系 却越来越差 因为苗总玩得越来越花 再加上苗总和丁美玲年龄相差十几岁 所以丁美玲早就放弃这段感情了 甚至有一次 丁美玲喝醉酒对我进行了表白 可是我不想背叛苗总 于是装糊涂了 小峰 你这是怎么回事 刚来到苗总家 丁美玲就看到了我 我抬头望向丁美玲 丁美玲身材高挑 皮肤雪白 尤其那张脸漂亮无比 一双眼睛带着几分魅意 丁美玲毕业于舞蹈学院 后来当上空姐 这两年才辞职 只是从结婚到现在 一直没生孩子 没事 我看着漂亮的丁美玲 心中充满了战友欲 直接拦腰将丁美玲抱起来 丁美玲脸色飞红的羞骂道 你干什么 快放我下来 我哪能放下 直接来到苗总家里 来到苗总的卧室里 卧室上还挂着苗总和丁美玲的结婚照 看到结婚照的时候 我更加疯狂 而丁美玲也放弃了挣扎 毕竟丁美玲守了一两年火寡了 她也需要我的填充和抚慰 很快卧室里传来丁美玲的修营 我把心中的怒火全部发泄出来 根本没有任何怜香西域 丁美玲雪白的肌肤上出现伤痕 第二天早上 我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看到墙壁上的苗总和丁美玲的结婚照 心中浮现出一丝快感 报仇的感觉如何 这时丁美玲穿着睡袍走了进来 她脸色红润 像是熟透的桃子一样 嫂子 我面对丁美玲的时候 忽然有些愧疚 我也听说公司的事情了 姓苗的做得不地道 丁美玲走上来妩媚地看着我 你想怎么做 我抬头看着丁美玲鼓足勇气 和姓苗的离婚 嫁给我 反正你也没孩子 而且 你一直生不出孩子是她的原因 我陪她去医院查过 她有死经症 这个我真没说谎 我陪苗总去过南科医院 当时她割皮 顺道查了精子状况 结果是死经症 混蛋 骗我 我还以为是我的问题 丁美玲气得脸色通红 她去医院治疗 不孕不育几次了 药都吃了不少 结果是丈夫的问题 另外 苗总的私生活越来越花 她玩难的 极有可能得爱滋 我知道 想让两人离婚有点难度 索性继续加大药量 我不信 她没这么变态 丁美玲摇了摇头 至于离婚的事情 以后再说吧 早上我陪了丁美玲个把小时 才离开苗总家 晚上我来到一家夜店 这家夜店的经理 是我发小马蛋 她高中时被人砍了几刀 是我背着她去医院的 否则早就死了 我向发小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马蛋气得拍桌子 临风狗日的 让你来照顾老子的生意 你不照顾 结果被人搞了吧 马蛋幸灾乐祸地看着我 姓苗的指定地方 我当时没法选择呀 我挠了挠头 你这人就是太老实了 活该被算计 马蛋骂骂咧地道 需要我怎么帮忙 我想了想 姓苗的喜欢玩 我想找个大黑陪她玩 最好把她菊花玩残废 马蛋黑黑冷笑 一个哪够 我帮你联络十二个 听到马蛋的话 我慌忙摇了摇头 这会出人命的 放心 不会出人命的 交给我 安排就是了 马蛋忽然话题一转 你只需要把人引过来就是了 想起姓苗的狠毒 我最终同意马蛋的计划 深夜 苗总正在一家酒吧喝酒 喝完酒后 就被一个长相清纯的女孩撞倒了 女孩童颜俱辱 扎着双马尾 尤其身材非常好 我太了解姓苗的胃口了 若是她在清醒状态下 尚且能有所警惕 可是刚才 马蛋已经在她酒里面下了一些药 果然 苗总让其他同伴离开了 她又陪着双马尾女孩 喝了不少酒 喝完酒后 苗总带着女孩 进入包厢里了 接着又陪女孩喝了几杯酒 喝完酒后 苗总像是一个疯子一样 扑向女孩 然而就在这时 三名大黑走进来 个个都扑向苗总 苗总想推开几人 却被三人撕掉了衣服 接下来包厢里 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而后又有九名大黑 信苗的 你让两名女子算计我 作为兄弟的我 岂能亏待你 我派了十二黑差伺候你 想必你一定满足了吧 酒吧里本就混乱无比 再加上刺耳的音乐 所以苗总包厢里发生的事情 没人注意到 信苗的从开始的挣扎 到后来竟然像是 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样 变得主动起来 一旁的马蛋更是睁大眼睛 连喝酒都忘了 第二天早上 我听到包厢里 传来苗总淒厉的叫声 接着苗总像是发疯一样 跑了出来 经理给老子出来 苗总双目星红地嘶吼着 他一觉醒来 发现菊花大出血 剧痛无比 而且满嘴白色液体 让他想发疯 喊什么喊 马经理回去休息了 我从楼上走下来 是你 林峰 苗总死死地盯了我一眼 给老子滚 老子没空和你避避 我神色严肃地看着苗总 苗总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苗总脸色不耐烦地道 如果我和那两名小姐姐 做的事算嫖 那你和十二位大黑 做的事属于什么 算剧中乱营吗 我似笑非笑地 看了苗总一眼 混蛋 你胡说什么 苗总文言脸都绿了 他冲上来一个 飞脚踹我 我轻而易举地避开了 苗总 不要这么激动啊 你句话不痛吗 我看着苗总嘲笑道 而且 你老胳膊老腿 打不过我的 苗总文言脸色阴沉地可怕 接着手机上传来视频 当苗总看完视频的时候 他几乎发疯了 他竟然被十二个大黑给轮了 那画面崩裂三观 如果传出去 绝对能火遍全网 苗总 你找两个小妹给我 我回馈十二个大黑给你 我够兄弟请一把 我看着苗总哈哈笑着 而且花了我不少钱啊 七万元 比你给我的工资多十倍 苗总文言疯狂无比 他拿起旁边的酒瓶摔碎 接着疯狂地扑向我 我慌忙躲避 不过还是被苗总的啤酒瓶划破了 我慌忙躲到一间包厢里 繁锁上门 苗总疯狂地踹着门 幸好这门质量好 否则早就被踹坏了 十分钟后 苗总踹门的动静小了不少 把视频删除 我给你十万元 从此一刀两断 门外传来苗总冷漠的声音 我听到苗总的许诺 冷笑不已 苗总 百分之五的股份必须到手 否则这些视频传遍世界 我有很多辈分 只要我死 视频立马传出去 我现在只能保证 视频不会传出去 苗总声音阴森道 林峰 你够阴毒 我没想到 你这么老实本分的人 苗总差远了 苗总如果不先算计我 我岂能算计你 我直接对苗总一句 最终 我俩达成和解 不过苗总的眼睛 像是能吃人一样 恨不得将我生吞活泼了 然后我贴心地 给苗总叫了辆专车 送她去医院 我回到公司 来到H2张力办公室里 你回来干什么 还没挨打够 张力一脸比一地看着我 而公司其他人 也纷纷带着嘲讽看着我 在他们眼里我 已经变成跳梁小丑一个 我懒得搭理这些人 而是看着张力低声道 把办公室的门关上 你干什么 张力死死地盯着我 保安 给我过来 将凌风扔出去 几名保安纷纷走上来 准备对我动手 苗总 管管你这些狗 我对着办公室的摄像头 笑骂了一句 装枪做事 跳梁小丑 苗总还认识你是谁 张力和几名保安冷笑不已 都给我住手 摄像头里传来 苗总暴目的声音 H2 张力和那几名保安 顿时吓傻了 我继续 好 很好 我从腰间拿出一根 石心钢棍 直接一下子 砸在一名保安手腕上 啊 保安滚在地上 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接着我冲向另外两名保安 这两名保安 慌忙躲开了 我看着摄像头冷笑 苗总 我这人很记仇 昨天这三人没少打我 一人断一只手 否则 混蛋 你威胁苗总 你找死 H2张力对着我张口就骂 苗总 不要听这废物的话 另外两名保安 也纷纷求饶 我们打凌峰 也是为了你出气啊 我走上去 一巴掌扇在 H2张力脸上 接着一脚 踹在他小腹上 将张力踹倒在地上 苗总 凌峰打我 你快回来弄死这废物 张力痛得破口大骂 摄像头里 传来苗总愤怒的声音 你们两个保安 每人二十万营养费 让凌峰打断你们的胳膊 否则滚蛋 老子疯杀你们 苗总的话 让两名保安傻眼了 公司的其他人也傻眼了 搞不明白 苗总为何变了 碰 碰 我趁着两名保安愣神的时候 冲上去连续两棍 敲在保安的手上 两名保安手上鲜血淋漓 躺在地上疯狂打滚 把这三个废物抬出去 我对着公司大厅吼了一声 公司其他保安纷纷冲上来 将三名保安带走了 而后我直接将 H2张力办公室的门关上了 张力吓得脸色惨白 张力 你定一份股份协议 将5%的协议给林峰 苗总声音低沉道 张力不敢反驳 只得小心翼翼地拟定协议 将公司5%的股份转让给我了 签订完协议后 我眼神贪婪地看着张力 张力身材很好 童言俱辱 否则不会被苗总招进公司 滚 林峰 摄像头里传来苗总的咆哮声 别过分了 我抬头看着摄像头笑着 苗总 我想听H2张力的声音 为此我特意带来了一些玩具 说话间 我从怀里拿出一件成人玩具 张力气得疯狂咆哮 我拿出手机 10 9 8 3 2 助手 苗总再次喊停了 H2张力气得浑身发抖 看着摄像头 姓苗的 你敢让我500万 拿到钱离开江城市 苗总的声音再次传来 H2张力终究没忍住金钱的诱惑 按照我的要求 在办公室里来了一场成人秀表演 视频相当辣眼 我的手机拍出高清视频 拍完后我美滋滋地 离开H2张力的办公室 离开的时候 全公司的人都盯着这边 有人对着我竖起大拇指 医院里面 苗总气得脸发绿 发出嘀吼 林峰 等老子公司上市套现 老子一定把你剁成肉泥 还有半个月公司就上市了 他担心视频曝光 会对公司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到时候得不偿失 而我这边回到苗总家里 嫂子丁美玲正在地面上练习瑜伽 看到丁美玲火爆的身材 我扑上去和丁美玲纠缠在一起 嫂子 你不能和苗总过下去了 她私生活太混乱了 这是我找人偷拍的 我直接将一段视频发过去 当然这视频是我剪辑好的 都是苗总兴奋主动的部分 没办法 刚开始 苗总还是很反抗的 直到后来才控制不住主动起来 丁美玲慌忙打开视频 看到视频里的内容 顿时气得想摔手机 视频太拉眼睛了 她没想到丈夫玩得这么滑 这想不得病都难 嫂子 你也不想你未来的孩子 染上那个病吧 我再次劝解丁美玲 咱俩的优秀基因结合在一起 才能诞生健康的宝宝 丁美玲文言犹豫了下 最终下定决心和苗总离婚 而我将苗总隔壁的房子 以高价租下来 以便于串门 天黑的时候 苗总驱车回来了 当丁美玲和苗总讲述离婚的事情 苗总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但是 谈及财产分配的时候 苗总寸步不让 只愿意给丁美玲一套别墅 而丁美玲想 所有财产平均分配 尤其这家短视频公司的股权 必须平均分配 妈个别 你个贱人 你太贪心了 苗总怒骂的声音传来 老子绝不离婚 苗总和丁美玲大吵一架 然后驱车离开了 时间就这么过去了两周 距离公司上市还有一天 晚上丁美玲亲自下厨 邀请我来到家里吃饭 他直接告诉我有了 我当即一愣 丁美玲直接扔给我一张B抄单子 弟弟 你说留下来还是 丁美玲忽然妩媚地拉走的胳膊 如果留下来 他必然杀了我 而且你和他之间的事情 不会这么轻易结束 以他的性格 他肯定选择先让公司上市套现 然后再对付你 听到丁美玲的话 我心里紧张无比 我和苗总之间几乎水火不容 甚至不共戴天了 苗总现在没和我翻脸 恐怕是因为 怕视频传出去 会影响公司市值 影响他套现 一旦套现了 他肯定就会对我下杀手 弟弟 我真不希望你出事 更不希望孩子将来没有父亲 丁美玲说到这里的时候 忧虑无比 放心 我会保护你们的 我暗暗发誓 一定不能让丁美玲母子出事 当天晚上 我找来了马蛋 和马蛋谋划了很久 决定先下守围墙 当天夜里 苗总这边陪着 证券交易所的领导 喝完酒回去 可是刚走到酒店门口的时候 一辆车高速 行驶而来 撞击在苗总的身体上 苗总的身体横飞了出去 落在水泥马路上 他浑身是血 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我从附近的咖啡店走出来 居高临下地看着苗总 救我 苗总呼喊着 想让我救他 嫂子已经怀孕了 而且 我和他已经走在一起了 等你离开后 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我做鬼也不放过你 苗总发出愤怒的咆哮声 他眼睛睁大 如果眼光能杀人的话 我恐怕已经死亿万次了 一切都怪你太贪心了 我为你干活七年 你连百分之五的股份都不兑现 记得下辈子不要太贪心 我看了一眼苗总 我会用你的股份 好好照顾嫂子 好好照顾我和他的孩子 你安息吧 扑 苗总气得口吐鲜血 他拼命地挣扎着 妄想用双手掐我脖子 可惜被我轻而易举地避开了 苗总 你怎么样了 来人啊 打电话给急救中心 我对着周围的人嘶吼着 周围围观的人慌乱无比 很快有人打电话给医院 可这时 汽车轰鸣的声音响起 刚才撞飞苗总的汽车 又掉头回来了 直接撞向我和苗总 混蛋 你敢 我扯着嗓子嘶吼着 躺在地上的苗总露出惊恐之色 而我也慌忙退后 避开了汽车的碾压 那辆汽车从苗总身上 再次碾压过去 啊 苗总淒厉的惨叫声传来 他身体血肉模糊 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而碾压苗总的司机 直接驱车逃走了 很快 交警对赵氏者进行了抓捕 可是赵氏者车子根本没停下来 直接闯入大河里 等车子打捞上来的时候 赵氏者已经死了 警方对赵氏者身份进行调查 发现此人是一名酒吧女 而且深化艾滋 根据酒吧的人交代 他曾经和苗总发生过冲突 于是警方将此次交通事故 定性为一场复仇谋杀 由于苗总的死亡 短视频公司推迟上市 不过公司95%的股份 全部落在丁美玲手上了 他一跃成为公司掌权者 再加上我的从旁辅助 丁美玲很快在公司站稳了脚 傍晚忙完事情 我回到了家里 这个家是苗总的家 不过现在已经成为我的家了 丁美玲并不在家 我来到丁美玲的卧室里 躺在温暖的大床上 看着墙壁上苗总和丁美玲的婚纱照 露出一丝得意 忽然我感觉到 身体下方非常硬 我掀开被子看了下 竟然是一本笔记 上面密密麻麻的记载着各种事件 其中一段新红的字 引起我的注意 老实人心中有一尊佛 这尊佛镇压着一尊恶魔 如果将佛推倒 那么就能释放出这尊恶魔 不知道为何 我看着这段秀气的字迹背后直冒凉气 身体有些莫名的颤抖 而后又看到一行字 必须推倒他心中的那尊佛 把他化为恶魔 唯有恶魔才能杀恶魔 我拿着书的手再次颤抖起来 老公 这时丁美玲悦耳的声音从外边传来 我慌忙将那本笔记放在被子下面 看到丁美玲穿着瑜伽服走进来 他身材风鱼 脸淡红润 像是水蜜桃一样 嫂子 我应了下丁美玲 我现在是你的妻子 丁美玲眼神妩媚 身材高挑 如水蛇一样缠绕在我身上 她身上的香水味 能刺激男人的荷尔蒙分泌 我抱着丁美玲 开始疯狂起来 我心情很凌乱 唯有找这个女人疯狂地发现 这一夜云雨 不惜服用了蓝药丸 这才让丁美玲睡去 随后 我来到苗总的办公室 这里存放着苗总的遗物 我拿起她的手机和电脑 发现上面的数据全部删除了 不过这难不住我 毕竟我是计算机 专业毕业的 整个短视频公司的计算机 全靠我维护 恢复数据对我来说是小意思 很快数据恢复 我登陆了苗总的聊天账号 不断地翻阅她 和丁美玲之间的聊天记录 原来两人从五年前 就没有同房了 原因很简单 丁美玲发现了 苗总在外边包养小三的证据 于是两人争吵起来 还有一次 苗总在倒车的时候 将丁美玲卷入车底下 两条腿被压断了 差点死亡 丁美玲认为 苗总是故意的 而苗总不承认此事 难怪那次嫂子打电话给我 让我送她去医院 我回忆了下 五年前丁美玲出了车祸 差点死亡 当时我要报警 丁美玲阻拦了我 说苗总已经和肇事者私聊了 这次车祸 让丁美玲躺在医院半年 伤势痊愈后 丁美玲和苗总之间的关系 变得更差 苗总经常家暴丁美玲 真正让两人关系 发生决裂的时间 是在三个月之前 丁美玲给苗总发了一个视频 视频里 丁美玲摸着一个男人的大腿 甚至将手伸入闸口里了 而这个男人正是我 视频中的我拿着白酒 已经处于醉醺醺的状态 看着视频 我这才想起这个事情 那天夜里 丁美玲打电话给我 说家里的下水道堵住了 让我过来帮忙疏通一下 我二话不说就来到这边 毕竟丁美玲平时对我很好 我很快将下水道疏通了 而丁美玲说她心情不好 想自杀 我当时就慌了 于是耐心地开导丁美玲 丁美玲这才露出笑容 并且亲自下厨做饭 让我陪她喝酒 我当时想着 嫂子心情不好 于是就陪她喝酒 为了避嫌 我打了电话给苗总 可是苗总的电话早就关机了 于是我只能一个人陪丁美玲喝酒 丁美玲酒量非常好 哪怕我也不是对手 那天晚上 我俩喝了一斤八两茅台 至于醉酒后发生的事情 我根本记不清楚 从那天以后 丁美玲经常私下里给我打电话 我以工作忙为理由回绝了 我继续翻阅手机 发现丁美玲和苗总间的聊天尺度 越来越大 丁美玲甚至公然向苗总咨询我的尺寸 这更让苗总愤怒 看完聊天记录后 我脑袋里乱哄哄的 丁美玲挑拨我和苗总之间的关系 苗总借机吞我那百分之五的股份 接着我与丁美玲偷情 而后对苗总发动攻击 将其弄死 这一切的一切 幕后主导者是丁美玲 丁美玲挑起我和苗总心中的欲望 但我们相互杀戮 我将上面的数据全部删除掉 回到卧室里 我看着熟睡的丁美玲沉默不语 这个女人非常可怜 丁美玲睁开眉眸 看着我爬起来 搂住我的脖子撒娇 老公 我想好了 我将股份全部转给你 我抱着怀里的女人 心情复杂无比 老公 好不好 丁美玲抬起头 妩媚的眸子看着我 粉唇贴着我的脸颊 一只白袭小手 悄然顺着我的小腹直下 那是你的股份 我不会要的 我看着眼前的女人低下头 只是我不想 这个家有任何苗总的痕迹 我想收拾收拾家 那 我想 丁美玲脸色潮红 香舌吐露 猛地抱住我 我还能说啥 只能舍命陪美人了 完事后 我俩一起收拾房间 我将苗总的电脑和手机全部拆了 将里面的储存卡全部敲碎 里面的数据再也无法恢复了 后继 我叫丁美玲 老公是一家短视频平台的老板 我希望和他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可是 自从他有钱后 他在外边包养了一个女人 于是我一怒之下 去到那个小三家里面 将那个小三打了一顿 出完气后 我心情格外的爽 回到家里 老公打电话 让我去地下车库谈试 可是刚到地下车库的时候 一辆宝马倒车 直接从我身上碾压过去 我隐隐听到 车上传来愤怒的咆哮声 我碾死你个贱女人 听到这声音的时候 我身上的剧痛 仿佛都消失了 有的只是绝望 因为这个男人 正是我老公 或许他以为将我压死了 开着车子急事而去了 我躺在血泊里 强忍着死一般的剧痛 打了电话给林峰 林峰是公司的技术主管 也是老公的合作伙伴 这个人非常老实 是个脚踏实地的阳光男孩 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 像是有一缕阳光 洒在我脸上 那一刻我忽然心生欲念 若是先认识林峰就好了 林峰很快来到地下车库 他带着我到了医院 经过抢救 我终于从死亡线上回来了 这一日后 我真的把林峰 当成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 这次车祸 虽然没让我死去 可是我的心已经死了 但是那个人渣仍然不放过我 经常对我进行家暴 打得我遍体鳞伤 直到有一天 我看到一个视频 视频博主说 老实人心中有一尊佛 而这尊佛镇压着恶魔 如果推倒这尊佛 就能释放出恶魔 于是我邀请林峰来我家里 我拼命地灌罪他 而且还主动勾引他 这个男孩虽然变得硬如钢铁 可依然控制住自己的欲望了 他可真是个老实人 于是我开始推倒 他心中的那尊佛 然而 这些并不重要了 我将这个视频 发送给我老公 这个人虽然在外面玩点花 却不允许任何人碰他的女人 于是 他开始对付林峰 社局将林峰的股份剥夺了 并且将林峰打了一顿 林峰七年来 除了吃饭之外 没领取一分钱的工资 短视频公司 能做到这个地步 他居功甚为 他无法咽下这口气 他的人生观被彻底摧毁了 他心中的那尊佛 轰然间倒塌 他化成了恶魔 这个恶魔在我的引导之下 开始了杀戮 手段比老公很毒十倍 他将苗总彻底弄死了 我以苗总妻子的身份 继承了他的遗产 夺取了公司95%的股份 而那个被我释放出的恶魔 也和我走在一起了 我怀了他的孩子 余生 我将用我的温柔和孩子 拴住这只恶魔